不到半分鐘就能縫製好一顆鈕扣 這是ReHaul的反覆生活實驗室 民眾能在這裡 實際上機使用工業用縫紉機 體驗六種車線 感受一日設計師的自由創作魅力 透過手作探索永續的各種可能性 原本是一件襯衫跟一件牛仔褲 就是一件牛仔褲的那個 所以他就把它做成這樣子的創作方式 等於是再利用 對 再利用 然後讓它不一樣 還有這間垃圾廚房 在大廚 林沸吐的料理下 將回收材料所擷取的塑料粒 做成碗盤 花氣 燈灶等生活小物 重新賦予廢棄品新生命 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 我們把我們主要的垃圾 直接變成一個新的東西 我們推在使用的東西 透過這不同的步驟 這兩間都是以再生循環為主的 台灣新創品牌 從日劇時期的煙草工廠 到現在的台灣原創發展基地 松山文創園區不僅有 像米飛兔 久久的奇妙冒險等超人氣展演活動 更多的是頗具創意的店家 引進松山文創園區 就是希望打造 具國際級水平的永續文創園區 對於ESG或者是永續的議題 我覺得文創園區更應該要有態度 所以在整個邀請一些品牌 進駐去做實現或實踐 這個部分松山大概都小有成就 那我們講說ESG總共有17項 松山自我先檢核 我們大概有達到12項 還有5項要繼續前進 希望說在這裡面找到一個 一般民眾可以實踐的生活樣貌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我們第一階段在實踐的 慢慢的在未來我們希望邀請更多 符合這個條件的品牌 可以進來進駐到園區裡面 各具特色產品多元的 松山風格店家也是文創聚落的服役基地 更希望成為台灣文創人才創業的第一站 因為創作者很多 所以創作者第一站 我們還是希望說去讓我們的文創品牌的 創作者第一站是在松菸 他有不同的路徑 我們去幫他規劃他不同的路徑的方式 包含說未來更具商業市場的那條 其實每一個品牌在不同的階段 都有不同的困難 他們都需要不同的幫忙 我們都會在這個階段上面 不同的階段上面陪伴他們 不僅看展、消費或手作體驗 古董及的消防管線 與日式建築風格的製煙廠房 都讓松山文創園區 帶有濃濃的歷史氛圍 園區方面還邀請團隊 透過松山煙廠自然地景與環境 在原來的景觀水池與林蔭小徑 製作出裝置藝術靜光 這個需要手腳併用 金屬與繩索結合 可以手腳併用搖晃行走 也能仰躺望向天空 讓身心靈都放鬆 使文化資產保存在利用 更增添樂趣 一個是邀請設計師 來跟空間做對話 它也是一種創作的第一站 那另外一種是 在未來的三年 我們會更聚焦在文化內容面 希望說去實踐更多的場域精神 我們也希望說邀請老員工回來 讓這個松山煙廠85年的歷史 可以繼續的傳暢 這個一代接一代 因台北大巨蛋即將開幕 所帶來的人潮 松山文創園區也規劃 串聯新一區周邊夥伴 形成無微強的博物館 讓民眾充分體驗文化及生活 我們希望經營的是一個 文化的生活場域 讓更多的民眾可以來認識 藝術家或者是文化生活的 各種可能性 那我們也希望說在這裡可以找到 更多有趣的事情跟樂趣 因為我覺得創意 一個是在這裡發掘創意 第二個是在這裡被起爆創意 希望說在這麼多會裡面 可以不管是療癒大家 或者是成為大家發表的舞台 我相信這是我們希望成為 國際型的文創園區 因台灣燈會 睽違二三年重返台北 作為圓展區的松山文創園區 也規劃有必看的三大亮點 邀請民眾走春賞燈玩松菸 看古蹟活畫 欣賞裝置藝術及光雕 靜電家參與藝術與原創 體驗索壓慢活的文化生活 記者張其騰 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